这样卖我的房子有错吗 你们如果觉得影响了你们的房价 你们可以把我的房子买下来啊 广州州内房东降价卖房 却被社区里其他人围攻 表示会拉低整体房价 让他很无奈 现在大陆房地市场价格直直落 但就算促销大降价 还是没人买 连房仲都快要撑不下去 在成交量上 3月份虽然破坏 4月份直接回落到7200多套 5月份已经不足7000套 6月份再度断崖式的下跌 仅成交量4914套 大陆浙江房地产销量 也出现历史新低 浙江政府祭出其招 要把人留在城市 促进房地产活络 浙江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除了杭州市区以外 其他地方都可以 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 租房子也可以落户 直系亲属随签也可以落户 浙江宣布除了杭州市区外 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放宽农业转移人口 也就是俗称的农民工 可以把户口迁到浙江省内 一来稳定房价 二来吸引乡村人口 向城市流动 我工作的地方才会有人 有了人才会有其他生意 有更好的就业环境 就能够吸引更多的人 主要针对的 还是来浙江的 各位打工人和创业者 落户就业 就学就医 都满足了之后 买套房子不是理所当然吗 房地产业者 对浙江的新政策 普遍乐观其成 根据统计 浙江农业转移人口 数量大概是一千七百万人 约占常住人口的百分之六 只是农民的生产 凭借着就是土地 落户城市有多少的诱因 还有待观察 东西新闻大陆中心综合报导